在外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声中 中国科学家周二终于打破沉默 对外证实 中国第一台火星探测车助容号 自去年5月休眠后 一直没有自主唤醒恢复活动 而且可能永远无法醒来 三年疫情造成中国大量死亡 尤其去年12月初 中共无准备放开封控后 疫情全面大爆发 燃疫者死亡无数 目的成为抢手货 鉴于目的昂贵而且稀缺 当局转而鼓励海藏 但北京集体海藏仍需要排队 目前已经排到2025年 一度号称是中国大陆 头号网络平台的天涯社区 其网页及APP被发现无法进入 4月26号 天涯社区已经无法打开 上了热搜榜 天涯之前传出经营危机 还面临多起法律求偿执行案件 天涯曾经挂牌新三板 最终被摘牌 还有前高层透露 是因为欠费 伺服器被停了 继TikTok之后 美国国会进一步关注到 云端服务的国安疑虑 路透社报道 25号有9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致函美国商务部等单位 呼吁应使用所有可用途径 制裁华为等中企推出的云端服务 包括阿里巴巴云 百度云 腾讯等都被点名 新唐人亚台电视整理报导 阿里巴巴云 豪像 好